如果说我要增加一个CSA的样式表该怎么做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你的那个右手边 这边有很多面板对不对 那这个面板其中会有一个是CSA的样式 你CSA的样式如果没有展开来 你直接在CSA的样式点两下 它就自动展开来了 那再点两下它又缩放 所以那个面板理论上大概顶多只能容纳两个到三个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解析度不够大的时候 那顶多就是只能容纳这么多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呢会被挤压 所以你没有用到的像上面有个插入 没用到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它就收起来了 那就可以给以下的这个页面去做显示 不然的话有些部分就会被挤压 像叶框有没有 像叶框现在等于没有显示 为什么因为CSA的样式它如果这个展开来的话 那有些可能就没办法显示 那如果说叶框你现在没用到怎么办呢 点两下叶框它就会收起来了 收起来之后的话呢 那其他两个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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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版面呢 看起来会比较比较这个空间比较大 那首先CSA的样式的话呢怎么新增 各位可以看到在它的CSA的样式展开之后的话呢 它的右下角右下角有没有一个加号 对不对 很小一个加号 这个加号的话你把它点下去 其实这个部分呢 它设计很像那个Adobe那个Photoshop里面 那个新增图层的那个动作一模一样 那这边把它点下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它就跳出一个所谓的新增CSS的规则 CSS规则 其实很多那个像职场上会要求用CSS 其实就类似用这种软体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好操作 好那规则的话 第一个题目里面要求什么呢 它要求我们